各位学员大家好 在学完动词实态还有被动态之后 觉得动词就学完了吗 太早哦 我们现在看到的分词依旧是动词的范畴 我们还没有脱离动词的魔掌哦 那原因是分词这个东西啊 本来就是动词所分化出来的 我都很喜欢把分词叫做动词的分身 因为它本来就是动词分出来的东西啦 那总共有几种呢 答案是两种 第一种叫做现在分词 第二种叫做过去分词 那过去分词是不是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啊 因为请问我们在学动词实态的时候 态不是有分成四种吗 简单进行完成完成进行 请请问其中哪一种要用到过去分词啊 其实应该要问那两种要用到过去分词 对不对 因为啊完成式 have has had加 pp 欸 pp 过去分词是不是就出现啦 然后完成进行式 因为本来就内涵了完成式 所以当然还是要用have has had的加上 bing 然后再加ing嘛 这个bing不就是过去分词吗 所以呢我们在动词实态之中的完成式 还有完成进行式 早就已经用过所谓的过去分词 也就是动词三态之中的第三态嘛 所以过去分词肯定是大家都还蛮熟悉的 反倒是现在分词可能有同学是第一次听 可是呢看到后面的 哦 bing 哦又不是第一次听了 因为请问动词实态的 那四种当中 哪一种要用到vng啊 进行式啊 对不对 进行式不就是b动词加上v ing v ing怎么可能没听过嘛 就只是说可能会有同学想要问说 诶 v ing有听过啊 可是v ing不是动名词吗 哦 v ing的确是动名词 但它不只有动名词的功能 不只好吗 你所学过的哦 v ing是动名词 没错 但是下一个单元我们要来温习的 在这个单元 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到 v ing不是只有动名词的功能 它也有现在分词的功能 只是说它作为现在分词的时候 到底有什么功能 来非常的简单 这一页讲义就可以讲完了 总共就只有两种功能 来请看 分词的功能 现在分词 过去分词 诶没有未来分词 好吗 分词就只有两种 总共就有两种功能而已啦 第一种表示动作 第二种当形容词 没了就这么单纯 所以下一次又忘记分词是什么功能 是什么东西 打开这一页讲义 看一秒钟 哦知道了想起来了 好吗 就这样而已啦 来先看第一种 我这边是表格左右分开 左边是专门讲现在分词 右边呢是专门讲过去分词 方便左右对照 来先看左边 现在分词表示什么 主动正在进行的动作 比如说 she's dancing 哦现在是不是非常确定 现在是V动词 加上v ing 现在进行是 那请问大家这句话的意思 她正在跳舞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dancing 绝对不会是动名词吧 对不对 因为呢 她正在跳舞 这跳舞肯定是一个动作 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名词呢 动名词顾名思义 就是动词所变来的名词哦 所以这个下个单元会再细讲 这绝对不会是什么名词啦 这就是现在分词啦 好 那先看到右手边 那过去分词可以表示怎么样的动作呢 第一个 For example she was kissed 哦 V动词加 p 这个pp就是过去分词嘛 不就是被动式吗 她被轻了一下 对不对 用在被动以下 然后接下来 she has done her job 哦 完成式 她已经做完她的工作 当然也可以解释成 她刚做完她的工作 has done 这个done也是过去分词嘛 所以呢 过去分词用于什么 完成式或者是被动以态嘛 所以分词的功能第一种 就是用在动词时态之中 现在分词用于进行式 那过去分词用于完成式 还有被动以态嘛 对不对 这是我们前面就已经学过的东西 所以呢 更多的是要来学什么 第二种 当形容词使用 我要先问问大家 从小到大是不是学过一大堆形容词 比如说高的叫tall 矮的叫short lone的叫cold 热的叫hot 但是有一类形容词 大家有注意到过吗 是动词变化来的 呦 先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这个 正在沸腾的水 大家知道英文怎么说吗 答案是boiling water 大家知道 b-o-i-l boil 是一个动词吗 意思是沸腾 然后我们在它的字尾加上ing 看到一个动词字尾加ing 是不是很容易就会想到正在 点点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呢 从小到大 第一次接触到动词字尾要加ing 恐怕就是为了要写这个吧 正在进行式 对不对 b-动词加-v-i-n-g 所以你看到一个动词字尾加ing 想到正在如何如何 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而这边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 boiling 在这个地方 它已经不是动词了 因为呢 它的功能 是在描述这个水 描述这个water 是正在沸腾 所以这个时候的boiling 有没有感觉 它已经是一个形容词的功能 然后它是boil这个动词 所变化来 我还是把原型动词写出来给大家参考 所以呢 这个时候的boiling是形容词哦 好 那先不要往下 先往右手边看这边 煮开的水是什么 就是被沸腾过的水对吗 对吗 好 所以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 把boil变成过去分词 boiled 那过去分词因为在动词时态的时候 用于被动语态 要不然就是完成式 所以它变成形容词来使用的时候呢 是不是就 对应着它在动词时态的功能嘛 解释成被如何如何的 或者是完成就是已经完成啊 所以解释成已经如何如何的 所以所谓的boiled water 你把它想成是被沸腾的水 或是想成是已经沸腾的水 是不是都通 对吧 好 那么 所以啊 来 原来分词的第二种功能 就是作为形容词用 原来动词是可以变形容词的呦 变法有两种嘛 要么变现在分词 不然就变过去分词 意思分别是 正在如何如何的 或者是 来这里等会会有例子 解释成能够如何如何的 也有可能 然后右手边的过去分词形容词 当然就解释成被如何如何的 或是已经如何如何的 好 那么聪明的你应该就注意到啦 接下来的这几格的答案 通通都是你只要知道动词的讲法 然后呢 左手边把它加ing 右手边把它变pt 就会是答案哦 所以也不妨暂停影片 自己先写写看 然后再来看答案 好那我现在就来公布一下答案了 下一题 掉落中的叶子 以及右边落叶 不一样哦 掉落中正在往下掉 落叶是已经落在地上的 躺平了的 对不对 好来 掉落英文怎么说 掉落是不是可以用好基本的fall 这个动词 所以左边falling 右边fall fell fallen对吧 正在掉落的鼠叶 被 这好像怪怪的 掉落没有什么被啦 因为所谓的掉落就是受到地吸引力的影响往下掉 所以这时候解释成已经就比较通 对不对 已经fall的叶子 已经掉落的叶子 叫落叶 好再过来 正溺水的狗跟 溺壁的狗 不一样哦 正在溺水时还活着哟 溺壁呢 已经挂掉了 对不对 来 溺水英文怎么说 溺水英文叫做 drown drown 所以呢 左边 drowning 正在drown的狗 右手边 drowned 已经 溺壁的狗 就叫 drowned dog 接下来 饮用水 还有酒醉的司机 饮用是什么 饮用听起来很文绸绸啊 就是喝啦 对不对 喝当然就是drink 所以左边 drinking water 有没有同学会想说 正在喝的水 好怪哦 听不懂 刚刚不是有说吗 ving形容词 可能解释成正在 但也可能解释成什么 能够啊 这两个其实不冲突对不对 因为你既然有办法 再这么做 就表示你能做得到啊 你如果不能做到这个动作 你又怎么会正在做这个动作呢 所以请注意哦 有的时候呢 要解释成 能够如何如何的才会通 所以像这里 不解释成 正在喝的水啦 ok 解释成 能喝的水 就叫饮用水嘛 那右手边 酒醉的司机 答案倒是很简单啦 drink drink drunk 对不对 那只是有同学可能想说 呃 被喝的司机 这好像不太通 那解释成这个好了 已经喝的司机 好 可以 已经喝 可是喝什么 喝喝什么 来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注意过 英文当中一旦没有讲喝什么 会自动等于喝酒哦 比如说 I don't drink I don't drink 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不喝酒 你不需要把drink后面的酒给讲出来 只要讲到drink就可以了 I don't drink 没有讲出后面的饮料 就会自动等于是酒 所以呢 一个已经喝了的很多了的司机 就会是所谓的a drunk driver 喝很多酒的司机 好 那接下来 拉门 还有交叠的手臂 哇 这两个中文都有一点难懂 来 拉门是什么门呢 是这种门啦 还好现在找图片都很方便 拉门就是这种 可以好像左右拉动 这样的这种门 然后交叠的手臂是这样子的 我也不知道中文是不是这样讲 反正就是这样 两只手臂是有叠在一起的 如果我同时知道说 嗯 这在中文到底应该怎么讲才对 可以留言跟我说 好 那这时候我们要用到的动词是什么呢 是fold的这个字 折叠啦 所以左边的答案是folding 那也不解释成正在吧 其实正在好像不太顺 能够fold的门 这样就听得懂了 好 那右手边呢 当然就是tp咯 folded 被你折叠起来的两条手臂 就叫folded arms 好 到这里应该蛮简单的 对不对 那么接下去 请问下一题答案是什么 左边刺激的电影 右边兴奋的孩子 那就要看你知不知道那个动词咯 什么动词 像刚才的 我来画一下 刚才的 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找到 沸腾 掉落 溺水 饮用 跟折叠 OK 中文可能也可以叫折叠门吧 好 那接下来刺激 就要看 刺激 刺激这个动作你会讲 我先一口气把以下的这几个动作都找出来好了 我们一起找有趣 有趣 使你觉得有趣 看你知不知道这个动词怎么说 再过来 使你觉得无趣 看你知不知道这个动词怎么说 再过来 哦 有说服力就是在说服你嘛 对不对 接下来 哦 令你沮丧 好 这几个动词你会说吗 那这几个动词因为呢 他们的意思上都是在激发人的情绪 所以可能你会看到有一些文法的教材 会把它叫做情绪动词吧 就是引发你 激发你情绪的那种动词 那怕大家不熟 所以我先写好 OK 我刚刚所画的这些动作 英文分别叫excite interest bore convince 跟depress 哇哦 所以我等同于把这五格的答案秀给你看了 为什么 因为左边不就是什么 现在分词形容词 把这些动词加上ing 不就会变成什么 正在使你兴奋的 正在使你觉得感兴趣的 正在使你无聊的 正在说服着你的 以及正在让你沮丧的 对吗 你要用能来翻译一遍 也绝对没有问题 都通 好吧 我就不翻了 好 大家一口气修给大家看 就是这样 exciting interesting boring convincing 跟depressing 只是我猜 大部分同学跟我一样 小时候在背这个什么 exciting interesting boring 的时候 顶多就是 哎 好巧哦 字尾都是ing 就这样 大概就这样 从来就不会去想到 当然在很小的时候 我们背一些这种很基本形容词的时候 老师也不会去解释那么多文法啦 说 哦 其实是这些动词 然后呢 加ing来的哦 不会讲到那么细 就是说你先把它学起来就对了 有趣的叫 interesting an interesting man an interesting book an interesting tv show 把这个 interesting记起来就可以了 但现在知道它怎么来的了吗 它其实就是 情绪动词 日加ing变来的 好 那右手边呢 当然就是怎么样 把这几个动作变成过去分词 所以我们很快的看过去 来 一个被excite的小孩 英文是an excited child 再来 一个被引发兴趣的读者 就叫做an interested reader 接下来 一个被搞得很无聊 被搞得很无聊 比如说都没事做 这样这样 或是叫他五个小时 都做同一件事情 然后就被搞得很无聊 所以被bore的一个人 那就叫abore the man 接下去 什么叫做很坚定的基督徒 请注意哦 因为左右对照嘛 还是同一个动词 就是他convince 刚刚说convince叫说服 那在英文中 认为 你如果要坚定的信仰一个宗教 那你一定是要完全的 被这个宗教给说服 不管是这个宗教的创始人 或者是他的教义 你是完全的被说服 你才会很坚定的 相信着这个宗教嘛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abore convinced这个动作 变成pp 被convince的 这个宗教人士 这边比如说是基督徒好了 那就是abore convinced Christian 这样可以理解 好 接下来被depressed的经理 那当然就叫做 a depressed manager 那到这边 大家应该都觉得没什么问题 那我们就看一下 考试都怎么考 考试往往都是这样考 大家如果很快的看一下题目 以及选项 就会回想起 哦 就是那种 在考我要选ing 还是选ed的那种题目 有没有 那过往如果觉得这种题目特别困扰的同学 非常有可能都是使用了这种我称之为传统的解题方式 就我自己学生时代在学的时候 老师是教说ing就把它翻译成令人如何如何的 然后ed结尾的也就是那种PP形容词 就把它翻译成感到如何如何的 那我这样子学其实是都能答对啦 那可能是不知道我中文是OK的还是怎么样 也就是说如果以我们刚才这五题作为例子的话 这五个形容词我们就看到ing结尾翻译成令人 所以就会翻译成令人兴奋的 令人有趣的 令人无聊的 令人觉得有说服力的 跟令人沮丧的 然后呢 右边的这五个我们就翻译成感到嘛 那所以就是感到兴奋的 感到有趣的 感到无聊的 感到很有说服力的 跟感到沮丧的 那我个人是都可以用这种方式答对 但是呢我开始教书之后我发现到 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同学 在令人以及感到之间纠结不已啊 那这个其实已经不是英文的问题 反而是中文的问题 因为你在想的是 到底是令人还是感到 那你完全是在思考中文 那我大概也知道这些同学 为什么会在令人与感到之间纠结 因为就是中文 在那里绕来绕去的 我们举个例 比如说一个无聊的工作 到底是令人无聊的工作 还是感到无聊的工作 可能就有同学 怎么可能会是感到无聊嘛 因为工作又没有感觉 他要如何感到呢 所以当然是令人无聊咯 答对就是这样 可是就会有同学 有点想得太绕了 就会不小心多脑骨了一些情节 就会觉得 一个无聊的工作 因为会让人感到 或是令人感到无聊 那就有感到这个词跑出来了 那所以就是感到嘛 那感到是屁屁 所以是屁屁 答错了 等一等一 那到底是令人还是感到啊 好不要再纠结这个了 真的 如果说过往 每次翻译成令人以及感到 你就会答错 那就表示 这个翻译对你而言 是无效的 无效的 我们不要把精神 还有你的整个重心 放在理解中文好吗 好吧 我们去想一下在英文里头 英文的思维是什么 V-I-N-G代表这个动作正在发生 对吗 那换句话说 因为他已经在这么做 代表他能够做得到 他是有办法做得到 所以是不是就回归我们表格里写的 你应该要将它翻译成正如何如何的 或能够如何如何的 这样才对 那如果是右边的PP PP用在被动式嘛 所以解释成被如何如何 或者是完成式 你既然被如何如何 那代表你已经那样子做了 以如何如何的 用这样的方式 你就保证不可能打错 好吗 来试试看好不好 来试试看 比如说第一题 After a conga day Samanda was very conga 好我们来想一下 因为ing或PP嘛 我两个都先把它写到空格里头好了 Tiring 然后另外一个选项是tired 好那我问大家 像这种动词变来的形容词 你不能不知道 它原本动词的时候是什么 所以呢 你原本动词的时候 自己要先想一下 哦就是tired这个字嘛 那请问tired作为动词使用 是什么意思 是让人累 让人累 作为名词使用 大家很熟悉 就是轮胎对不对 但作为动词使用的时候 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让人累 像这种让人如何如何的这种 引发情绪的这一类 情绪动词 我们在下个单元 就会帮大家通通整理好 最常用的快要20个 就那几个把它念熟就可以了 因为考试呢 往往都考那几个 好那所以请问 来再一个 如果是这个 令你累 再让你累 再让你累的一天过后 还是被很累的一天过后 一天要怎么被累呢 他就是一段时间而已 他怎么被累呢 所以绝对是这一天 再tired着你吧 所以应该是这个tiring 好 然后再过来 第二个 Samantha 是非常的 也是两个选项 我都把它写进来 请问 Samantha 在tire着别人 还是她被tire 她蛮有在tire别人啦 是因为这一天 在tire着她 所以呢 她就被tire了 被高度tire了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tiring跟tired 那因此答案就会是 会吗 好 再一题试试看 第二题 请问 今晚的这场篮球比赛 真的怎么样我 诶等一下哦 这一格不应该填入形容词哦 这一格应该填入动词哦 因为这个句子的主词就是什么 今晚的这场篮球赛嘛 那句子缺少动词 所以这一格应该是要放动词 真的怎么样我 然后后面这一句再说 这场篮球赛呢 是并不怎么样的 然后at all at all跟not 对not 点点点 at all叫做一点点都不 那这一格就应该填入形容词 没有问题 一点都不怎么样 好 那我们看完四个选项 哦 我们要填的动词是谁 是excite 这个动词 excite 意思是使人激动 使人兴奋 那因为这一场篮球赛已经过去了 怎么样确定的呢 was嘛 所以前面为什么要先上动词时态 其实都是层层堆叠的 你有前面的基础 你现在要学很多东西就会很快 所以你看到was是过去 哦 所以是过去了的那一场篮球比赛 真的 哦 既然是过去 那你就应该要把它变过去式 所以我们把excite字为加上d 变成过去式 所以第一格的答案是excited 这个动词过去式 今晚这场篮球赛真的excited means 使我兴奋 这样的 好 然后再过来 这场篮球赛是一点都不怎么样的 我们看到四个选项 好 那我也是把被选的字都先写上来 一个是boring 一个是bored 好那请问大家 这场篮球赛是并不再bore者人 还是并没有被bore 篮球赛要怎么被bore呢 它是个比赛 它怎么样被bore呢 什么叫bore bore这个动词意思是 使人无聊 对不对 所以有感受到吗 那些情绪动词很重要哦 你要先熟悉说 这些情绪动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bore叫使人无聊 那你怎么会去讲 嗯 一场篮球赛没有被bore 它没有感觉啦 好不好 你只能讲一场篮球赛 在bore着别人 或者是没有在bore着别人 所以第二格的答案应该是boring 它没有在bore别人 指的是它很有趣 或是说它很刺激 所以看的人就觉得很兴奋 很激动 好 所以第一个答案是excited 第二个答案是boring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会是b 这样会了 所以呢 嗯 再次的复习吧 这个 如果你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帮助你解题 你就把它丢掉了 丢掉了 回归到英文的思维去 我们现在在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动词的分身 它可以分成vng跟vpp 那vng、vpp都可以当成形容词来使用 然后vng请解释成正如何如何的 或能够如何如何的 然后呢 pp解释成被如何如何的 或已经如何如何的 然后再搭配着你对情绪动词的了解 你知道这些动词是什么意思 它在引发人的什么样的情绪 那你就拒绝对对 不可能再打错了